英雄海军的S35B战机在皇家海军舰号 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甲板上 平一起降 2021年7月底伊丽莎白女王号处女航 由新加坡起航进入南海 和美澳法日韩等国海军举行联合演习 没想到来了服输之客 单任航舰战斗群护航任务的皇家海军 李契蒙号巡防舰发现一艘中国解放军 海军击落及潜舰 竟然尾随在伊丽莎白女王号后面 马上通知航舰 于是伊丽莎白女王号马上派出一架 梅林反潜直升机 连续投放高科技声纳浮标来寻找潜舰 最后终于在航舰南方20海里 约37公里左右发现踪迹 解放军前舰事迹败落后 马上就撤离现场 这段经过被当时随行拍摄 伊丽莎白女王号处女航纪录片导演 完全记录下来 也证明了英国海军强大的反潜势力 投资新闻黄新席陈昌辉报导